拜登说过希望美国重新加入前总统特朗普退出的伊朗核协议 但是暂时未有进展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拜登的访问 被问到会不会先撤销制裁 换取伊朗重返谈判出 他斩钉截贴说不会 主持再问他 是否要伊朗先停止提炼龙叔友 拜登点头 这次是拜登首次以总统身份面对面接受专访 同明确交代对伊朗核问题的取态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 说拜登的意思不是要伊朗全面停止提炼龙叔友 而是停止提炼超出核协议允许 即是上限3.67%浓度的龙叔友 伊朗自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 提高有龙叔水平 年初宣布提高龙叔友龙道去到20% 远高过协议规定 拜登访问播出的同一日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奈伊 也发表对方就职以来第一次说话 强调只有美国才撤销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查核确认制裁解除之后 才会重新履行核协议承诺 有线电视记者 国斯雅报道 helm extr Ét señで一九 slide 1次联合 ID 全部央认的